協議達成 OPEC加部分成員國 同意額外資源減產 不漲反跌 當日國際油價短暫上漲 而後再次下跌 分歧仍在 關鍵會議推遲召開 OPEC加內部面臨挑戰 油價不漲反跌 OPEC加減產為何失靈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主持人老紅濤 今天一起來關注國際油價 當地時間11月30號 多個OPEC加成員國再度宣布 在明年一季度要額外自願減產 減產總量呢 是為每天220萬桶 其中涉及到沙特 俄羅斯 伊拉克 阿聯酋等多個產油國 減產的目的是為了石油市場的穩定 但是我們也看到 在這個消息公布之後 國際油價是經歷了一個 短暫拉升之後 就再度出現了下跌 那麼減產挺油價 為何效果不佳 到底是哪些因素 抵消了產油國減產的努力 一再減產卻沒有穩住油價 主要的產油國 會不會反而得不偿失 油價的後續走勢又會如何 圍繞相關話題 今天晚上一起來討論 演博士是請到兩位嘉賓 一位是中國石油大學 能源經濟與金融研究所所長 郭海濤 歡迎郭所長 另外一位是我們的財經評論員 許俊銘 好 歡迎俊銘 在開了討論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次歐佩克家宣布 減產的具體內容有哪些 根據會後發布的公告 多個歐佩克家成員國宣布 在明年一季度額外自願減產 總減產量為每天220萬桶 旨在支持石油市場穩定和平衡 具體來看 沙特阿拉伯宣布 在明年一季度期間 每天減產100萬桶 伊拉克每天減產22.3萬桶 阿聯酋減產16.3萬桶 科威特 哈薩克斯坦 阿爾及利亞等國 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自願減產 同時 俄羅斯還將把自願減產幅度 擴大至每天50萬桶 這包括每天減產30萬桶原油 和20萬桶成品油 消息公布後 國際油價當天不漲反跌 截至收盤 紐約商品交易所 明年一月交貨的清智原油期貨價格 下跌2.44% 明年一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 跌幅為0.32% 法新社分析指出 國際油價下跌的主要原因 是此次歐佩克加減產幅度不及預期 且此次為自願減產 市場對於其實際效果存疑 我們看到這幾個歐佩克加成員國 宣布的減產總量 是每天220萬桶 郭所長 你會如何看待這次減產的規模和力度 為什麼減產的決定在宣布之後 國際油價反而是不漲反跌呢 好主持人 這次歐佩克新增減產的力度相對是比較有限的 為什麼這麼講呢 我們可以簡單覆盤一下去年以來歐佩克減產的節奏 那麼在去年2022年的8月份呢 歐佩克曾經減產的是200萬桶 那麼今年這個4月份呢 又減產了110萬桶 那麼隨後呢在這個7月份呢 這個沙特拉伯追加了這個100萬桶資源減產 然後這個俄羅斯呢又追加了50萬桶 那麼在這個基礎上呢 這一次減產呢 實際上這個沙特和這個俄羅斯的資源減產的150萬桶呢 是在下一年的一季度呢繼續延續的 那麼新增的呢 就是這個伊拉克等國家呢 減少的這個69萬桶的這個新增的減產 那麼這樣一個量呢 在這個如果得到實際執行的話 那麼在這個現在目前 每天這個大概1億桶的一個需求裡面 那麼占的這個比例呢是非常小的 也就是0.07%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是說這個減產的這個量呢相對比較小 但是呢大家對於這個未來的這個需求的預期呢 並不是特別看好 尤其是呢像這個一般來講到的深冬 以及到明年一季度呢 是一個需求的一個相對的淡性 所以呢會出現一個需求就是說這個減產 但是呢這個反倒價格還出現下降 這種已經比較奇怪的一個現象 說是220萬桶 但是這其中真正新增的只有69萬桶 所以這個數要仔細的算一下之後 你會發現它不像看上去力度那麼大 所以市場做的反應呢就是這個價格反而是下降 那居民那邊會如何看待這次減產的決定 因為之前我們知道各國之間因為存在分歧 所以這次會議本身都是推遲了很長時間才舉行的 那這次達成一個減產的決定 是不是說各方的分歧已經消除了 對我認為分歧期一定應該是還會有的 只不過這個我相信如果再持續減產的話 可能這個分歧會越來越大 但是在階段性可能會取得一定的共識啊 這裡面其實也接著郭老師剛才的話講啊 就是不光這個量很少 這個量其實取不到多大的質變的一個作用 同時市場化 市場對整個減產的力度 以及減產的決心和執行都是存懷疑態度的 比如反覆提到了自願性 尤其這個分歧一個是剛才您提到的 這個會不斷的拖 並且從線下改到了線上 所以大家不夠重視 那本質上來講的話 是歐派克成員國並沒有大家想的那樣 達成了鐵板一塊 每個國家自己的痛點和發展的情況不一樣 就比如以沙特為例 沙特這幾年其實發展的還是比較好的 尤其是多元化開始布局 包括跟中國也在合作 像新能源這一塊 投入很大 包括對整個石油的下游 投資力度非常的大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油價的穩定其實並沒有那麼的痛 只要能夠基本維護 它的財政情況的狀況的穩定性 即可不需要太多的糾結於產量與否 但是像其他國家 比如這次鬧得比較歡的 像一些非洲的國家 像安哥拉 尼日利亞 他們可能就對這方面比較敏感 比如安哥拉的話 今年的話 它是整個的石油產業的話 占比率很高 接近了50%半壁的江山 同時它今年的經濟 其實預期不太好 很多境外的一些國際的金融機構 預測它今年的話 可能通脹要超過20% 那基金下行的話 可能是1.4 1.5左右 所以基於此的話 根據它的工業的結構的話 它對於石油的輸出的話 是非常痛的 所以它需要來在這裡沒有話語的權 它不能夠淪為一個陪跑的 就是它可以搭便車 只要你對我有利 但如果對我沒有利的話 那它可能並不願意主動的去減產 所以這方面的話 各家的話都是有自己的訴求的 那麼也就是目前是個階段性的妥協 我們還要持續來觀察 就是各國自己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很難做到真正的共進 對 當然我們知道 決定油價的關鍵因素 還是要看供需雙方的一個變化 那麼除了繼續通過減產來挺油價之外 對於全球的石油需求 歐佩克也依然是態度堅決 它們繼續看多 我們再來瞭解一下 11月13號 歐佩克發布月度石油市場報告 稱基於全球經濟增長勢頭等因素 石油市場基本面依然強勁 今年全球石油需求量 較去年將增加日均246萬桶 歐佩克表示 近期原油價格走低 石油與投機行為 和被過分誇大的市場負面情緒所致 歐佩克還在報告中維持了此前的預測 認為2024年 全球石油需求量較今年將增加日均225萬桶 值得注意的是 歐佩克報告對需求的預測 與美國能源信息署之前公布的預測 出現了極大差異 美國能源信息署將2023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預期 從此前的每日176萬桶 下調至每日146萬桶 儘管持續減產和地緣衝突 一度為油價提供支撐 但對石油需求的擔憂令市場承壓 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 已從9月超過每桶90美元 明顯回落 我們可以看出今年以來 歐佩克對市場需求的判斷是要比很多的機構要樂觀很多 與此同時歐佩克家主要的產油國 他們也一直是在試圖通過減產來力挺油價 那郭所長你會如何評價他們通過減產來挺油價的效果 是否在油價上已經體現出來 是否達到他們的預期 歐佩克的減產 我來以為它是難以改變的 就是來自於供需雙方的一個壓力 那麼這個效果的達成 我們要從長期來看的油價 主要還是看它的供需的情況 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看 一個我們從需求的角度來看 那麼從去年8月份開始減產 就是因為歐佩克看到了在隨著俄乌戰爭衝突的進行 那麼油價是走低的 也就是市場的形勢並不是看好 像歐洲出現了這種通貨膨脹 美國通貨膨脹 所以它要及時的進行減產 要穩定油價或者拖油價 那麼到今年4月份情況也是一樣的 它發現世界的經濟形勢可能沒有想像那麼好 所以它也要進行這麼一個舉動 那麼隨後它就發現 現在這個形勢可能比它想像的還要糟一些 所以它在7月份進行追加的一個減產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說就說到今年的到這會兒的時候 那麼現在發現到了預計明年一季組 那麼需求也不是特別好 所以這時候它才採取積極的這麼一個減產的行動 那麼這是從需求的角度來看 那麼從供給的角度來看 石油在整個能源體積中是面臨著很多的競爭的 比如說在冬天的取暖油這方面 它會面臨著來自於天然氣的這種嚴重的一個經濟的壓力 那麼在交通燃料方面 它面臨著來自於新能源 像我們說的這種電動汽車 那麼這個壓力也是非常大的 越來越可以被替代 對 是的 所以它會出現這麼一種狀況 對 是 那俊明你覺得現在的油價反映了一個怎樣的供需關係 除了剛才郭所長講到的這些因素之外 你覺得還有哪些因素促成了現在這個油價 對 我認為儘管確實現在面臨著整個全球經濟可能疲軟 但就實有而言 我認為它的需求側依然有支撐 這個需求的支撐不是指的是跟經濟相好的時候相比 而是指的是過去一直以來這幾年有預期的相比 那麼很多機構也是開始來就是來判斷的話 過去幾年來講的話 整個這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中下型的一個樞紐 所以大家基本上覺得利空已經出盡了 所以在需求上有支撐 而從今年的數據來看的話可以舉幾個例子 各國對整個經濟恢復的話還是有一定的信心 就比如今年上半年的話是中印兩個國家的話 其實對整個的這個石油的需求量還是不斷的提升的 那除此以外再以美國為例 因為美國現在是展開整個的製造業的回流 所以對於它來講的話加劇了一部分的投資 那對石油的需求也是會加劇的 那除此之外根據金融指標來看的話 像一些高頻的庫存 流量 市場指標來看的話 目前出現對於石油需求量發生斷崖性的下跌 這個可能性也不大 這是這方面需求 那據於供給來講的話 剛才也聊到了 目前我個人認為的話 像歐派克這些歐派克家的話 尤其是以沙特他們為首的這些 主導的整個歐派克的工作規範的話 他們不太會在短期內以破壞整個歐派克家組織團結為代價 來盲目的或者一味的來操作油價 這個可能性不太大 所以我認為整個的價格的話 應該也是相對比較穩定 當然也不排除未來的話 一段時間可能地緣政治如果會影響到 這些主要的產油國的話 那麼價格可能也有一定的變動 包括像高盛也在預測 可能到了明年的減產比例的話 也可能有這個可能性大概是35% 所以這方面我們還是要繼續的觀察 尤其是整個實體經濟的一些變動 需求出現了這樣的一些 相對比較疲軟的一些變化 所以歐派克家也是採取了一個通過減產 希望能夠把油價穩定住 那麼採取這些措施之後到底效果如何 我們接下來繼續來分析 因為我們知道歐派克在全球原油市場上的地位 是舉足輕重的 除了減產之外 那麼本次部長級會議還釋放出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他們正在計劃擴容 我們再來瞭解一下他們的擴容計劃 在歐派克家第36次部長級會議結束後 歐派克發表聲明 稱邀請巴西於明年1月加入歐派克家 巴西總統府新聞辦公室當天也表示 巴西政府已收到加入邀請 但尚未就是否加入歐派克家做出正式決定 據歐派克發布的2023年世界石油展望報告 巴西今年原油產量預計將達到日均323萬桶 並將在中期保持強勁增長 分析認為邀請巴西加入歐派克家 旨在進一步提升歐派克協調石油產量的能力 這也意味著在全球石油供給格局裡的話語權 但巴西能否接受限產尚未可知 此前本輪部長級會議推遲舉行 已經引發外界關於歐派克家成員 在減產問題上存在分歧的猜想 尤其是部分非洲國家的產量配額 在會前更是爭執已久 根據安排 歐派克家將於明年6月1號 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舉行第37次部長級會議 我們看到現在歐派克是一方面在積極的擴容 另一方面是在努力的減產 那郭桑你覺得他們進行這樣的一個選擇 反映了歐派克現在目前是一個怎樣的一個處境 他們想擴容的目標能否實現 另外一個在減產方面還有多大的空間可以去操作 歐派克繼續減產的難度還相對來說是比較大的 那我們先看他邀請巴西擴容這個事 對 那麼對於歐派克來講 他隨著進一步的減產的執行 歐派克在國際石油市場中的佔的比重份額 可能會降低到40%以下 我們通常來講歐派克是有60%的儲量 但是有40%以上的份額 降到40%以下會影響到它的市場影響力 所以他希望通過擴容來快速的提高 解決影響力的問題 但是對於巴西和歐派克來講都是一個雙連結 因為對於歐派克來講就說他很積極 但是隨著巴西的加入 他會帶來他這種決策的難度 就是各個國家之間利益的紛爭相對來說要難一些 那麼對於巴西來講作為一個產油大國 他不加入他好處是比較自由 加入以後能夠獲得加入組織的收益 所以他之間要進權衡 我覺得對巴西來講是比較難的 那麼對於他進一步減產的力度來講 我覺得他是有難度的 因為現在如果執行減產以後 他要達到500多萬桶 我預計他的剩餘產能大概能達到800多萬桶 那麼相對於一個4000萬桶產量的總量來講 他的剩餘產能量是非常大的 那麼這一位實際上是很多投資和收益的一些損失 那麼進一步減產的話 如何在這些成員國之間進行這麼分配 因為他的成員國數量是比較多的 那麼這一塊就說大家利益分配上 如何達到一個平衡 我覺得這對於歐佩克來講 將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他後續可能是要進一步來觀察市場 所以他現在採取的策略是 短期內比如說一季度 先做一個減產這麼一個事情 後面隨著市場的變化來逐步的進行觀察 再做下一步的行動 所以說就算下一步巴西能夠擴容進入歐佩克家 那給歐佩克家帶來的影響也是有利有弊的 有利的一方面是增加話語權 有弊的一方面可能就是增加了協調的難度 對吧 所以要想再做出繼續減產的這個決定 也不見得是一個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接下來國際油價的走勢 到底會出現一個怎樣的變化 如果要綜合分析各種因素的話 據明你會得出一個怎樣的一個結論 哪些因素可能會對油價的影響 在未來的一年影響會比較大 對 這個因素其實越來越多 而且我認為這個因素已經不像以前那麼純粹了 我說的純粹指的是過去的話 油價可能主要的影響因素是實體的經濟 尤其是石油作為我們所有的這個產業的最上游 那麼它可能下游的話 整個的需求變化是牽引發動前身 但是現在石油不僅僅是一個實體經濟的一個上游 同時它是一個包括政治化與前世 是包括金融的一個手段 所以我認為金融跟實體 對整個這個油價的影響都是雙重影響 那這也可以接著跟他郭老師的話來說一下 首先來講的話整個歐佩克的擴容的話 也是這些主要的產油國是希望提高自己的話語權 那麼但是對於它來講也是一個雙刃劍 那除此之外的話剛才也提到了像一些 包括非洲的一些小的國家影響力也是比較大的 至少不會讓你那麼容易 那何況像巴西這樣南美的一個大國 那這些其實都是可以來看的 那除此之外金融的影響也會很大 因為剛才也提到了像比如說以沙特 他們的話其實對他們來講的話 油價更多是工具 所以經常的是配合著這個外匯的這種工具 是同品來操作 那一方面它是可以通過油價 來調整自己的經濟結構 那重拾的話 它也是整個市場上原油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交易對手方 其他地方來做空我就做多 反之亦然 目的是什麼呢 通過這個來影響自己的外匯 來影響自己的匯率 保證整個這個這個國家的經濟的話 是處理一個比較穩定健康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方面的作為一個金融工具來講的話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必須要關注的 那另外一方面 那就是像一些投資機構 在此當中的參與程度 就剛才我們也聊到了 像基本上這個整個的是不達預期 我們覺得整個這個其實確實是 不同不痛不癢不嫌不淡 所以大家會認為這個整個的減產 是不夠有誠意 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反饋 但是畢竟這次比9月份要好 但是比5月份要差 所以未來怎麼樣 這個我們還是要繼續來看 其實油價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而且自己油價本身也是影響到 世界的方方面面 那接下來 郭總理你覺得油價走勢 會是一個怎樣的一個趨勢 哪些因素可能會起的作用更明顯一些 我想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的計價貨幣美元的影響 我們前面就講 其實美元從去年加息以來 實際上對油價也形成一個向下的壓力 那麼到明年 現在大家預計 就是每年出這個加息接近尾聲 明年可能會逐步的降息 存在這種可能 那麼這個會對油價形成一個向上的一種可能 再一個就是對於明年的經濟形勢 大家的分析 應該說還是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那這個比如說到了二季度 那麼如果經濟比大家預期的好 是吧 像我們中國經濟在復蘇 那麼這種情況下 像我們中國對這個實力的需求 增加還是非常多的事情 那麼這樣就會對油價形成一個向上的一個力 對 加息包括經濟週期的一些變化 都會在未來成為影響油價的一些關鍵因素 好 稍後請您繼續關注我們的節目 好 歡迎您繼續關注正在直播的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主持人馬鴻濤 歐佩客家 今年以來的減產政策 一直飽受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的影響 效果呢也並不太理想 那麼本次減產會議推出的自願減產決定 更是進一步引發了市場對減產能否落地的質疑 石油價格的波動 我們知道是一直影響著世界經濟穩定和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當下國際局勢風雲變換 市場走勢呢也尚不明晰 歐佩客家減產失靈 對於本舊非常脆弱的油價難言利好 好的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也感謝兩個嘉賓給我們貢獻的精彩的觀點 再見 我們到達 我們到達